中共軍機又來了 就在拜登重申軍事挺台後 對岸把情緒都發洩在擾台上 9月20號當天 國防部爭獲共機24架次 共箭4艘次 不斷在台灣海空周邊侵擾 中方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已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美方一言一行挑動中國敏感神經 美國華府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 蒐集64位專家意見 當中包含前政府官員 政策情報分析師及學者 有高達八成專家認為 針對統一台灣 中國沒有一套連貫的戰略 至於中國是否計畫在2027年之前 對台動用強大軍事力量 有83%的專家不認同 雖然美國前印太司令戴維斯 曾就解放軍核武部隊提升戰力 預測中國將在2027年以前 對台動武 但調查結果顯示 多數專家都否決了這個時間點 中共跟美國是差了一截 因為中共的大概國防預算 大概介於大概兩千兩百億美元 美國的國防預算大概七千五百億美元 那中共的國防預算 大概是美國的四分之一 還有戰略投射的這種能力 遠程戰略投射 不管是戰略運輸也好 戰略打擊也好 戰略轟炸也好 美國在這一方面是具備這方面的條件 那中共在這方面只有地緣的優勢 我自己也認為其實2027年前應該機會是不大 因為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其實 解放軍在2016年的時候 進行了一個大規模的軍事改革 對於解放軍來說 他會需要一些時間來進行磨合或是演訓或是演練 就等於是進行了一個大規模的手術 這個手術完了以後 他可不可以去讓他不只是能夠像過去一樣的作戰 甚至是有接近美軍的這一種聯合作戰能力 這一些其實都是需要時間的 中國也知道統一臺灣需要時間 但是能等多久 華府智庫的總結也顯示84%的受訪專家認為北京願意為了統一臺灣而等待但不會永遠接受現況 9%的受訪者認為北京尋求盡早實現統一的機會 但有6%的受訪者推測北京願意永久維持現狀 下個月就要召開二十大 也就是習近平將邁向他的連任之路 如果一切按照他的節奏 2027就是習近平第三任期的最後一年 如果中共當局政權不穩 清台是否將成為維權的手段呢 2027的可能性不大 他這三年因為COVID-19他那個經濟影響太大 他的GDP每一年都說要保八 一直退退到保五保六 現在不講了 俄乌戰爭這將近七個月的當中 習近平二十大繼續連任之後 他必須要整補跟以美國為首的這一個戰略群 他必須要整補他的實力 否則的話萬一有發生重大的軍事 軍事的衝突的話那麼是非常危險 現在他已經常態性的戰備機 聯合戰備機群就在台灣的周邊的海域 跟空域做活動 他也會為了轉移內部的焦點 轉移他的社會的注意力而對台動力 都有這種可能來增加他的團結力 無論是美國華府或是台灣學者專家都認為 習近平第三屆的重點還是在於和平統一 因為疫情和烏二戰爭都還沒落幕 掌權後還需要時間回血 但軍機擾臺這樣的威逼不會停 只會日益嚴峻 我方也虛勿視敵之不來 由以待之才能穩固軍心 近新聞 岳家寧 蘇宏杰採訪報導